你一定要在这么大太阳 会要在43度的情况下来露营吗 不要怕 我有好东西 这是一台户外空调 它是一个团队产品 你要带它出去露营 请准备三个壮汉 两人负责搬空调 一人负责搬电池 我们来看看它们分别的重量 空调17.6公斤 电池7.8公斤 加一起25.4公斤 50多斤 不是说一个人不能搬 但搬它是端 你的腰椎受伤风险很大 搞个营地车 哎 拉起来也挺费劲 快搞起来 快搞起来 按下开罐 哇 凉风来了 你看这个造型 你看这个线条 硬朗 配合银灰色涂装 自带电池 不用到处找电源 是不是很有机械科技风 我管你机械熟牛刃风 我就要冰凉凉的冰风 来 旋转这个质感很好的旋钮 这是风量的大小 而按一下这个水银温度计图标的按钮 再旋转设定温度 稍等一下 这个还不错的显示屏上 会显示当前的环境温度 不要怕 即便是大太阳天 你也能看清这上面的显示 你确定这是26度的环境 那 是哪里没对吗 难道 这个温度传感器在出风口 这重要吗 这空调是这么用的吗 放在露天开场 你给地球降温呢 那 那我们把它放帐篷里 封闭环境还能给帐篷降温呢 哦 对对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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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这是空调 不是抽油烟机 我见网上 说它好的那么多 也没说到动静这么大呀 关键是它就这儿两块 也没有降温呢 哎 一定是哪里不对 不可能的 我们来看这个科学原理啊 这边风吸进去 吹出来的是凉风 这边风进去 吹出来的是热风 所以 两头的风都在帐篷里 平衡了 我明白了 哎呀 通明如 estás 是不是这张照应远离我们一点 又不会吹热风再盪出你的 又不会吹热风再盪出你的 啊 啊 15分之后 我出去了 还是只有这么点凉风 帐篷里面依然热 不是吧 这样也没啥效果 应该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难道说 帐篷里的空气是热的 空调产生冷气送进来 冷风在风管的温度是24.8度 但是帐篷里的热空气 并没有被吸进空调里交换成冷的 所以外面太阳晒 帐篷里的温度持续上升 我明白了 拉不上 就这样裹着吧 你看 这就是几十年前创世空调的用法 这样还不凉快的话 我只想 哇 真的凉爽了呢 这真的跟做梦一样呢 哈哈哈哈 真的凉快啊 不枉费我搬了这么多次 散了这么多次妖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要完全关上这个帐篷门 怎么搞啊 不可能啊 这样一个完美的产品 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的 这俩 它的作用是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下应该完美了 是啊 这噪音又怎么办呢 啊 死循环了 数一次 空调智能降温 是它的核心功能 经过我们的比较 对于这个2米1乘1米9 大约4平方米 没法完全密闭的空间 把它放到分界处 和放里面甩热风处去 是效果最好的 但也只能说有点效果 绝不会是你期望中那种冰冰凉 所以0.5匹的空调 在烈日直晒之下 顶不了多大用处 Ecoflow便携空调还具备免排水功能 这一点不得不说很贴心 一般情况下 你不用像传统空调一样接个排水管 水会被打到散热片上蒸发掉 不过水是蒸发不完的 所以说明书还是建议你用完之后 把剩余的水放掉 诶 这是个啥 诶 别动 要先分离电池 非把水淋到电池上 好好好 这块电池一度电 因为它用直流代替交流直接给空调供电 所以这一度电能多提供空调一个小时左右的续航 听起来很棒 但实际使用 也只能撑三个小时左右 而且这个充电需要和空调合在一起 不能单独充 这 势必导致我不想把它们分离开 于是 这空调就没有机会变轻 一直给我的腰带来伤害 这块电池属于装供 没办法给其他设备使用 非常遗憾 诶诶诶 男师傅 这是电池 轻拿轻放 严禁磕碰 哦 我在想 有没有种可能 设计为不用台空调 直接侧面挂载 这样还可以照顾我的老妖啊 而且如果电池可以多个挂载 你可以把电池做小一点 轻一点 独立充电 快充 比如一块电池充一个万小时 可以称一个小时 这样三块电池 就可以循环往复 周而复时 一直供电 而且这个电池还支持Xflow其他设备 生态家电包了 随时 男妈妈这个想法 我觉得是不错的 这一个物品可以多种使用方法 这才是生态嘛 买来也不至于浪费 说到这个多使用场景 我其实曾想过 不露营时 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使用它 结果 结果 排气 拉上窗帘 甚至还挂了个布帘子做个隔断 也没能把这一亩三分地给降几度 所以 日常使用 你就不要打主意了 空调具备APP 你可以蓝牙连接它 调调温度 看看瓦数 调个风力 整点节能什么的 说到这个节能 全功率都不够意思 节能 或者你就干脆调个吹风 当风扇用吧 声音还能小点 另外这个APP 控制开关机很迷 有时候能关不能开 有时候又能开 有时候又能开 而且一旦关机充电 你也看不到到底充了多少 反正这个APP就是挺拉的 还有就是如果别人恰好也有这个APP 它可以连你的空调 随便调 你也不知道 那这个绑定的含义到底是个啥 值不值得买 作为一个空调 降温效果有限 作为一个户外设备 太重了 连线卡位操作繁杂 这根电源线居然是不能移除的 一直拖来甩去 而作为一个没法长期使用 只能偶尔使用的电器 6499的裸机价格 加电池9999 哇 打扰了 确实打扰了 平时存放它也要占个地方 可以说 它是一个很好的设想 但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到痛点 可能受限于目前的技术限制 感觉要把它做到轻便还强劲 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你真的要使用这款空调来获得良爽 不要买电池 用现有的电源 或者用新能源车的放电功能 几十度电 不用妥协 能撑挺久 其实真的想要凉爽 直接用车尾帐篷 车的空调效果比它好 再实际一点 干嘛要在那么热的地方露营呢 找个凉爽的地方不行吗 综合起来讲 目前 EcoFlow 蓝 Wave 不值得购买 TESTV给出 EcoFlow 蓝 Wave 空调主观综合评分 4.75分 拿起来 举过头顶 哦 或许太高了 可它在我心里的地位就是那么高 转动 转动 按响 那一声咔嚓 随着机械联动一个动作触发下一个动作 情绪的瞬间被定格下来 定格的不仅是我看到的 还有我心里感受到的 我是一名摄影师 我有我说话的方式 那些看起来静止 却是流动的影响 TESTV爱摄影系列T恤 现已上架 好节目看完了 那你觉得这个空调能够得几分呢 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 那本期啪啪啪啪的就是这个 哇 9999的空调啊 空调 加下面的那个一度电池一起 那 23块3起啪哟 不过你要想清楚哈 想清楚 就是 你真的能用到它 有脾气就23块3 大家不要加价 把它给啪出去 淘宝搜索店铺 TESTV值不值得买 现在已经开始了 好 另外呢 从这期节目就有一个短版本的 大家不妨去找一找看 嘿嘿嘿 好 我们淘宝评论上一个电视 n.u的朋友说 面料很舒适 很高兴可以支持到TESTV 看到标签上写的 Thank you bye so well not done 又搞笑又心酸 真心希望这么好的TESTV 可以越办越好 找到一个爆款周边 站着把钱挣了 谢谢 TESTV BUNNY TRY BFOR YOU BUN